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居易是一位很虔诚的信仰佛法的居士了 说起百居易呢 我们应该是对佛教信不信仰的人都知道他 他和另外两位 李白 杜甫 合起来三个人被称为唐朝最杰出的三位大诗人 当然还有其他的王维拉 其他的很多了 他们三位很杰出 连起来号称李杜白 相比之下 有些社会学者 对他们三位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就说李白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 他把什么都想得很浪漫 皇帝 官场 社会人心 甚至浪漫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地步 就说如果按照李白的那种浪漫来 来看待这个生活 看待为人处事的话 有些时候都有些有点不知分寸了 有点不成体统了 那么杜甫又太过的丧心 就是他把民间疾苦 众生的苦难 还有社会人心的一些黑暗面 当然了 官场 商场 战场 好多好多的阴暗的东西 他又过度的丧心 过度的心痛 以至于有人说他连写诗都写到了 为了去像炼油一样去炼那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炼 炼到把人都炼瘦了那个程度 就是他们两位相比之下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这样一比就感觉百居易 他既关心民间疾苦 他也看到了社会人心的一些黑暗的东西 也有一些无赖 也有他自己内心的一些伤痛 但是他没有走到那种钻球脚尖 或者是过分的不现实的说一些 那种无法兑现的话 去想象一些根本无法兑现的那种 所谓的憧憬 而且他也不折磨自己 比较宽厚 待人宽厚 待自己宽厚 就是这个社会学者 有这么一个评论 那么百居易既然受佛教影响 他肯定就要跟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交往 这个唱和 向高僧大德请教佛法 最快智人口的一个典故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去拜访这个鸟巢禅师 鸟巢禅师 它名字叫道林 法名叫道林 是因为他自己居住在一个非常古老的 一个很大的古树上面 他在上面搭了一个小窝棚 很简便地住在上面 因为是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鸟在旁边有大窝 就混迹其中 互不干涉 其乐融融 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雅号 大家都称它为鸟巢禅师 这个百居易曾经担任过杭州的太守 就是杭州旁边有一个秦旺山 鸟巢禅师就在那个秦旺山里面 一棵古树上面 大一个窝棚 住在上面 这个百居易 因为担任杭州的地方长官 就听到社会上有人告诉他 说这个鸟巢禅师 是一位非常鸟巢的佛门高僧 他的禅访 相当相当的有境界 这个百居易就慕名前往 去拜访这个鸟巢禅师 那到了以后 他就看到这个鸟巢禅师 真的就住在那个树上 他站在树下 看到老和尚在这个树上 因为树上打一个小窝棚 他怎么说也不像平地上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嘛 所以这个百居易看到 那个老和尚在那个窝棚里面 进进出出 他说哎呀师父 你住这个地方好危险啊 这个鸟巢禅师微微一笑 我不危险 太守你才危险啊 这个百居易心想 我站在地上平地上 我怎么会危险呢 他就一下愣住了 鸟巢禅师说 我说的是你住的地方 你所在的那个场合 官场才危险 啊一下子百居易就 就明白了 愣了一下子以后 百居易就问这个鸟巢禅师 师父啊 我是来向你拜访 我来拜访您 是来想你请教佛法的大义的 如何是佛法大义啊 师父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个百居易听 这两句话也太简单了嘛 所以百居易马上就说 师父啊 这两句话 三岁小孩都知道啊 确实三岁小孩都知道 因为这两句话 简直就是佛门的一个 入门的一句话 每一个刚刚入门的 这个佛弟子都知道这两句话 所以百居易说 师父啊 这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两句话 鸟巢禅师说 三岁小孩说得 八十老翁行不得 是啊 知道这两句话很容易 但是要把这两句话做好 八十岁的老头子 都不一定能做到 我们从这个对话当中 能够看出很多 多东西呢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尽其义 是诸佛教 这是在佛门内部 是一句非常非常基础的话 确实实三岁小孩都能说 我们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鸟巢禅师在当时 名声非常高 也就是说 百居易是听到 整个社会上很多人都在讲 鸟巢禅师的佛法 非常精深 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才去拜访的 可是鸟巢禅师 这个百居易见到的鸟巢禅师 告诉他的佛法大义呢 竟然是这么基础 这么普通的两句话 我们换做我们看 我们常常在想 尤其是今天 这个时代 遍地都是大师 管他佛法非佛法嘛 对吧 遍地都是大师的年代 你想 我要是一个大师 别人来拜访我 我要显示出我这个大师 不同反响的地方 我一定要想方设法说出 古灵精怪 让你一句话 也听不懂的东西 那样才显得出 我的高僧嘛 那显得出我很了不起嘛 要是我说出来的东西 你能听懂 不是他显得 我这个大师没水平的吗 是不是 这个百居易也是很怪 老皇上告诉他 这么平庸的两句话 他竟然就 马上就 就听进去了 并且呢 对鸟巢禅师 一点都不失恭敬 也没有说很失望 也没有说怎么样 就在这个一问一答当中 竟然还增加了 对鸟巢禅师的 这个敬佩 你说怪不怪 所以百居易学佛 是真正的 在心性上下功夫的学佛 到他这个晚年以后 到他晚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首专门 根据学佛得得心得的 那么一首诗 这首诗 是关于念佛的 是这么写的 于年七十一 不复是银额 何以度心眼 一句阿弥陀 行也阿弥陀 做也阿弥陀 纵扰忙事件 不费阿弥陀 答人应孝我 我且阿弥陀 答又做陌生 不答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 同念阿弥陀 不用解释 这个非常直白 大白话 不是什么难懂的文言文 非常浅显易懂 每个人都能看懂听懂 怎么样 答又怎么样 不答又如何 所以普劝法界众 同念阿弥陀 不是用嘴念 用心念 是 wiggle 用心念 剅 然后 感谢观看